是否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为了感谢社区内默默付出的妈妈们 开东县友善关怀协会 刘豪上午举办母亲节公益关怀活动 邀请社区长辈、妇女和大小朋友同乐 并携手量饭店业者将目击到的110个爱心蛋糕 分送给弱势家庭 传递社会的关怀 从去了无趣响起 社区妈妈们跟着台上的表演团体 回动手臂扭腰摆臀 展现热情与活力 跳得好不好都没有关系 开心最重要 因为这是特别为了庆祝属于妈妈们的日子 那是不玩而已 比较不好跳啦 今天这次跳一次 对母亲节 其实有一些孩子也不在身边 甚至他们平常可能为了工作 其实不会特意去做一些过节的节日 那刚好透过协会这样子办理 那一起来过一下家母亲节的节日 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了 台东县友善关怀协会 6号上午特别举行 母亲节公益关怀活动 邀请社区居民同乐 并连结量饭定业者 将目击到的110个爱心蛋糕 分送给服务的弱势家庭 传递来自社会大众的温暖善意 共度温馨的佳节 送上象征伟大母爱的康耐心花树 表达感谢与祝福 台东县友善关怀协会 首次透过社区公益 共融的方式 让大朋友小朋友还有社区长辈 在充满温情的五月天 庆祝母亲节 感恩每一位辛劳付出的妈妈 这里是下家会台东市报道